為什麼阿強啊 日本派25架次來接近監控 這到底是在針對 比如說是美飛正在進行的軍事演習嗎 還是針對台灣 那你怎麼看 至少在台海 昨天呈現一個戰雲密布的不尋常的狀況 因為從這個畫面的 衛星引土相關的畫面裡頭都看到 共軍25架次進入我們的 西南空域的防空識別區 來 余菲官 好 小軍這個問題 我想分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就是 我們經常聽到一個名詞叫做驅離 到底飛機在空中有沒有辦法驅離 我要做個說明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25架次的飛機 我們是不是也要派25架次 如果說他派500架次 我們是要派500架次 這個問題 因為我要跟國防部長 就是說也請命一下 畢竟的話 因為國防部長來講的話 他是很優秀的裝甲兵出身的 他可能比龍門爾好100倍 但是因為他現在是國防部長 那可能礙於下面有些人 他不願意幫他 就是說怕講的不明白 什麼意思 例如說我前陣子有聽到說 什麼賣速機來賣速機 快速機的賣速機 我聽到我真的覺得很匪夷所思 我大概會解釋 第三個來講的話 到底我們需不需要緊張 例如說我們看這張圖 那麼密集的在這邊 然後他們那個航空母艦 跟那個 昨天的那個 就是馬斯廷號那個船長 翘搖腳的事情 我也做個解釋 我們需不需要去緊張 第一個我們先看飛機有很多 有反潛機有空景機有殲-16 殲-16這種飛機是他們自製的 是它是仿造蘇凱30 跟它自己殲-11一個綜合版 在大陸上評價算是蠻高 就是說戰力是蠻強的飛機 當然還有紅豆K那些等等來說 他們的活動區域就在這邊 我剛剛講過 我第一個來講的話 驅離我們經常講的驅離 因為飛機在空中飛 它沒辦法瞬間停下來 像汽車一樣這樣停在空中 所以有一種可以就是直升機 直升機還可以到達飛 因為我飛過直升機 所以我們經常講驅離驅離 事實上我以前我也執行過 很多這種所謂的驅離的任務 但是真的不是驅離 因為我們怎麼樣 我們就是飛機來的時候 我們要去什麼 要隨辦飛行 另外一個監控 當然如果說我們覺得這個飛機 真的是很討厭的時候 我們會到它屁股後面去 叫做六點高的位置 為什麼 隨時可以開槍 我們只要是站在這位置 任何好的飛機 壞的飛機 戰鬥機 我只要是我後面的飛機 站到你的屁股後面六點高位置 你是甩不掉我的 因為我會用機砲打你 我會用飛彈打你 而且你要做任何動作 做自己飛機摔下去 我都可以把你給擊落 所以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說頂多是這個動作 但是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說敵方或是不明機來講的話 它也是戰鬥機 我們一般不會做動作 因為它絕對不會讓你到他屁股後面去 所以它一定會做一些動作 可能就會有所謂的插槍走火的行形 那再不然的話 你所謂驅離 因為我剛才講過 第一個就是什麼 我們去就是隨辦飛行 監控它的行為 這張圖是 這個是一個軌跡圖 這是飛機在這邊 這是它軌跡 真正戰管雷達 因為我本身到戰管見習過 一個禮拜的整個時間 睡在洞裡面一個禮拜 所以我知道戰管 雖然我沒有去看過雷達 但我知道他們怎麼管 真正來講的話 它只有這種圖 而且不是這個飛機圖 它只是一個光點 一個光點 那為什麼你看這邊有寫 EP-31 什麼KC-135的飛機這些 它為什麼會有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有飛機上有敵我識別器 在民航機叫做 Transponder 達訊裝置 它會先設定好 所以它才會顯現出來 那我想請問一下觀眾 殲-16來 它會不會跟你說 我是殲-16什麼型 我帶著幾顆飛來 顯得香香細心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雷達幕上 不是一個這樣的飛機 是一個光點 所以以外來講的話 戰管人員看到這種 我們叫HOST H-O-S-T HOST 或者是BOGIE 就所謂的敵機情況下 這時候 跑到頭飛機 就會緊急起飛去 Scramble 去攔截 還有一個如果說 在空有訓練飛機 例如說白天情況下的話 我們會轉用再攻擊 因為西部的飛機 它的機槍全部都上膛 別人說機槍 說機炮 那種子彈比較大 都是上膛 是隨時可以跟敵機 做空中纏鬥 把敵機給擊落的 所以他會去看 我剛講過 他不會跟你講 我是J-15 J-16飛機 他不會講 所以我們要去看 要看這種飛機 是什麼飛機之後 然後我們就回報給戰管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飛機員 在跑到頭的時候 例如說我那個時候 不是說我們在跑到頭 有人說我們打牌那些 不是 我們要看基建識別 早期是投影片 還有書籍我們要看 我們才可以很快判斷出來 這是什麼飛機 然後跟戰管講 這是什麼飛機 所以我們才知道 什麼J-16這些飛機 這個原因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有沒有必要 他來25架飛機 我們就派25架飛機上來 他來50架 我們派50架 不用 真的不用 那到底說 我們要不要需要 這麼緊張去 感覺到好像 例如說布林肯講的 好像是感覺 馬上就要開戰 或者甚至六年內開戰 我倒認為的話 他們只是在互相嗅肌肉 為什麼從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 前幾天是不是有一艘 馬斯廷號的那個中校艦長 對不對 後面還寫個那個 對不對 至少他是艦長 副艦長 你看他翹著二郎腿 我相信余北辰在這邊 他可以作證 那個就是毫無戰術觀念 為什麼他敢做這種動作 表示說他已經得到情資來講 因為第一個他是公海 第二個來講的話 他們不會打 因為這兩大強國 雖然中共只有三四百枚的核彈 如果打起來的話 最終武力為什麼 我快死的時候 我怎麼辦 這個距離到底有多遠 這個距離大概 他翹著二兩腿 幾乎兩隻手 這個距離來講的話 就跟昨天很多媒體講的 大概就是一兩公里的距離 你看那麼近 一兩公里的距離 對 你看他翹著腿 然後這個電器 不是安全那個求生背心 你看海軍 因為我上過艦 去海空連續的時候 我們去指導我們自己的飛機 去做攻擊 我知道他們在真的打 比如說演習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是被求生背心的 你看這個隨便到樣子 比較什麼 太安逸了 那是望遠鏡 對 望遠鏡 對 那對不對 余北辰講這望遠鏡 是不是求生背心 所以他表示說他這真的是 旁邊真的就原來講的 有沒有放一杯咖啡 插一杯咖啡 還有一點花生 或是我們台灣的鳳梨酥 其實對不對 跟那個前國務卿一樣 這表示說他毫無暫行概念 我想這個人如果說他真的是 那麼毫無暫行概念 我會說北辰他也知道 北辰這種人當我們情務兵 我們是把他再踢出去 他掃廁所都不資格 陳哥也在對不對 陳哥是不是 這種人掃廁所都不資格 他怎麼會那麼安逸 比方說他已經得到很多情資 因為美國來講 他情資搜索 真的是太強 剛剛依照這個余非官所講 如果是說聾腳連嘴唱 是不是說一茶沒在補頭 喝一杯茶 一茶沒在喝咖啡 然後吃台灣的鳳梨酥 是否有點在夕 是否忍耐 是否忍耐 甚至你回到這次 你去不見 你去不見 你不見